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去年我拍了一段影片 叫做《2020遇上這些生活小物,實在是太感恩了》 我自己是很有印象,亦都很喜歡 所以有一天我就閉上眼睛想一下 究竟2021年有沒有東西都一樣是這麼感恩 想跟大家分享的 為了保持一個傳統的感覺 我找回影片是戴著這頂帽子拍的 想著以後只要這頂帽子一天未扔 我都會拿出來每年拍一次 戴著它給大家一個系列的感覺 還有大家會看到後面這個盒子 它是Women in Work的Discovery Box 裡面有15份來自香港本地品牌的小禮物 我打算在片尾的時候 跟大家一起開箱看看有什麼驚喜 如果你對今天的題目有興趣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去年第一樣分享的東西是一個水瓶 今年也是跟飲水有關 它就是積熱飲水機 總共我有兩部職業飲水機 家裏是用Bruno的 如果沒有記錯買回來就是980元 然後長洲那一部朋友送 他在日本城買 價錢應該是Bruno的一半左右 其實用力的感受都是差不多 2-3秒就已經有暖水可以飲用 然後他們都是沒有淚水功能 那為什麼會感恩呢 就是因為我是很喜歡喝暖水的人 早上起床就會喝一大杯暖水 然後又會沖很多的養生茶 或者其他的飲用 所以對我來說是非常之方便 有很多人都會問的 那你平時用熱水壺就一樣 但是我覺得它方便的地方 就是在於你可以選擇溫度 那Bruno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的一個地方 它的溫度是很相近的 它是室溫50、80、90、100 然後日本城是室溫25度、45度、60度、80度和100度的 你擁有了一部積熱的飲水機 是為你的生活帶來了一個小確幸 這個就是今年我其中一樣 一閉上眼睛 第一件想到很感恩的一件事 講個小插曲給大家聽 Bruno熱水機用了幾個月之後 就不停漏水 我家人就叫我快點趁保養期沒過 拿回去Bruno那裡做 我想到去 那個人就說 那部機一切正常沒問題 但是我堅稱它漏水 它就很好人 幫我換了一點點的配件 看看可否改善 回到家一切如常 都是這樣漏水 那我們就研究究竟什麼事 最後發現原來是我爸爸老花 看不到上面一個比較模糊的黑度 寫著maximum 它是浸水浸到最滿頂點的位置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做到這麼極致 但是應該是水壓的問題 令到旁邊負荷不到 就不停地流出水 現在我們真的跟回那一刻 就沒有這件事再發生過了 然後第二件今年遇到很感恩的東西 是水晶 其實第一條關於水晶的片 就是我分享了以前一些帶水晶不好的經歷 簡直是像遇到渣男一樣 對水晶的信任程度是低於零 覺得自己一輩子都不會再帶水晶 人家越帶越好我就越帶越差 然後這條片出了街之後 有間IG店聯絡我 就說他覺得以前我帶的水晶和我的五行五甲 不如幫我看看我適合帶什麼水晶 然後我就開始勇於嘗試一下 我想知道這麼多年之後 如果我再帶水晶都是這樣的話 我就應命的了 誰知今年我就終於不可以不相信 原來是跟你的五行或者一些屬性 是有關係的 那我的IG店當然要歌頌一下它 就是Maya Jewelry 一開始我就是覺得他們的水晶鏈 不只是好像平時一串串珠一樣 而最新的成員就會是這條石樓和草莓精 它真的像一個手飾多過平時很傳統的水晶手鏈 我自問帶水晶不算很迷信 很重視它的功效 有就固然好 如果沒有的話 一天不是越帶越差 我也覺得他們是很美 襯衫很好 賞心悅目 帶著個人都開心一點的衣服 我不知道如果沒有帶到這些水晶 今年會不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機會 令到我自己是很忙很開心 我相信也不會說帶了一條關於財運的水晶之後 你就無緣無故會發達的 你還是要努力去工作 但有機會它會引領你去一條更好的道路 都不定吧 真的帶完這個很忙和少少忙之後 我就變得很很很忙了 然後就是關於水晶的擺設 嘩 我現在整個架都是 這裡擺不完 唯有就放了一些在媽媽的房間 再放到長洲那裡 我停手了 我真的最近這個月完全沒有買過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粉紫色的蛋型水晶擺設 其實是我今年買完之後其中一個最喜歡的 我不懂風水擺設 也不會太理工效的 純粹覺得漂亮 價錢合理 不太貴 就會買它們回來的 我開始知道一些原石它們的特性 就是來自一個Facebook Live 它叫做柴姐 本身我是不認識它的 現在買得多變成小戶之後 當然就認識了 它真的很有良心 然後它的貨物我都覺得是漂亮的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看 我覺得感恩的地方 不是在於這件事很有作為 很有功效 反而是在心思中的改變 以前我是很珍水晶 覺得自己一輩子都不會再碰 但是它可以慢慢讓我再接受這件事 覺得原來它也有美好的一面 令個人更正確 沒有東西是沒有可能 這個想法 是更加有感恩之心 來到第三件事 我終於肯分享 就是關於Hive 我終於可以在這條影片裡告訴大家 絕對值得 也是絕對感恩 我很記得去年還是年初的時候 有留言說我的樣子很鬆弛 當時我就覺得 不是呀 我都很飽滿 一向都是這樣的 漲漲漲漲的 但是當有幾個人都這樣說的時候 我就不如試一下一些不同的產品或者療程 去令到會不會真的緊緻一些 或者會不會有改善一些 所以今年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第一次做的Facial 是一個毛針賣線 它是即時令到我知道 我真的鬆弛 因為做完一邊已經是這樣V了 然後我做了兩次毛針賣線之後 我那間Facial的美容師就告訴我 其實Hive對我更加好 因為雙下巴這個位置會做到收緊的效果 然後整塊臉都可以做到一個提升的效果 所以我就去試了 可以告訴大家Hive是痛的 它是會像敏感牙齒 突然間滋下去 怨痛那一隻 但是我會承受這個痛楚 就是它的效果太明顯了 我的一個輪廓 一個Jawline 是真的出來了 以前是有一拋東西在這裡的 但是現在呢 終於它是收回上去 三下巴四下巴也都不見了 消失了 當然啦 我減肥也是有一個作用在這裡的 不是純粹靠Hive的 但是減肥呢 你是不會令到個人是緊致提升了 這一點我都很相信是Hive造成的 之後它們的持久度呢 我覺得是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左右 去到兩個多月呢 你就會感覺到自己開始有一點點鬆弛 很想去做的 又跟大家吐心吐吐一下 做肌膚的過程是沒有舒服的感覺的 做完 有效果 然後回家敷多些面膜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想舒舒服服做一下保濕 滋潤的話 你就減回人手按摩 做肌膚是完全給不到這種感覺 既然說起飽滿度 就不如說一下膠原蛋白 今年試過兩款 第一款就是跟他們合作了的Cology Firm Up 然後第二款就是我手上的這一盒 它是Serena給我 他們店裡有賣的Lippy 其實兩款飲完都會覺得皮膚細緻了 飽滿了 快健效的大約喝了兩個星期左右 你已經感覺到有不一樣的了 這兩款對我來說就是關乎於飲食習慣了 因為我跟他們合作的Cology Firm Up 是直接飲用 然後是有很好味的荔枝味 平時我是飲水的 所以基本上一天我是很少用其他東西去混合粉去飲 這個的直接飲用對我來說是非常方便 但是這個Lippy它裡面我剩下兩包 由於我是習慣喝水的 這個粉末的確是有我不太喜歡的魚膠味 所以它會比較適合一些 可能平時會喝咖啡 喝其他飲品 它落到其他飲品就沒有了魚膠味 所以就要看你自己個人習慣 無論是膠原蛋白或是做Hef la eye 就好了 你的看好就一定要被吸收 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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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 這個就是我今年既感恩 但又感受到的一些小感想 最後一件感恩的東西 就是慾氣帶鼻的眉毛和眼線 做完之後我覺得世界更加美好 少了一個一起來就極度殘的人 因為以前我真的起床照鏡 會覺得自己為什麼無論睡多少多少少 樣子都是很潮水 但是現在做了眉是精神了一倍 再做了眼線是精靈了一倍 是很開心的 如果你問我二選一的話 毫不猶豫我會回答你是眉毛 真的相差程度是很大的 然後眼線方面真的很痛 我沒有後悔的 做完之後我都覺得這件事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讓我知道這件事是這麼痛的話 我應該會再考慮一年半再才去做 所以要看你自己覺得精靈程度 或者你平時掃人出街多的 想看下去更加精神 其實眼線是值得的 但是其實我平時也有畫眼線的 只不過是掃眼的時候看下去的差別 跟大家分享了在2021年我很感恩 一些感受很大 也都令到我有所變化的事情之後 就現在來開箱這個 Women in Work的Discovery Box 像雪姨說的有重量有希望 1至15號我就順序去開給大家看看 究竟裡面有什麼本土品牌的小禮物 它有個心思位就是當你拿起盒子之後 下面是會有品牌想跟你說的一些訊息在 上面是寫了Day 1 然後說了一些一日完結之後回到家敷上面膜 塗上當日的顏色 然後裡面就會是一塊的面膜 來自Vytolab的Brightening mark 然後來到2號 嘩 張卡仔很小啊 其實看完卡仔就會知道裡面有什麼了 應該是消毒噴霧 咦 它是FATIVE的 原來FATIVE不只是出護膚品 它也有出消毒噴霧的 OK 它也挺霧的 還要很香 然後開3號來自華茶館 是有白桃烏龍茶的茶包在裡面 有些茶葉在裡面 4號有一點點重量 裡面是有一個布袋 放心 布袋裡面是有東西的 是Bath to Basic的Body Sook和Shampoo 再來5號也是聚首的 它是來自... 哦 我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猜到了 一定要是蠟燭 蠟燭 蠟燭 YES 未點已經整間房都聞到它的香味了 6號很大份 但是它是輕飄飄的 裡面呢 它是什麼牌子 哦 Sofair 這個給媽媽試 7號也是很大份 但是不是很聚首的 來自...不懂讀 V-E-O-O-L-A V-E-O-L-A 它是一個... 哦 也是面膜來的 8號是來自香港蒸餾所 我看到是關於白蘭花的 哦 它是一個香港白蘭花噴霧 然後到9號呢 這個是老朋友 是Cubit 它們有什麼產品呢 讓我開來看看 它是一個CBD Relief & Restore Body Rub 連續兩格10號都是它們 這個呢 哦 這個我有啊 是它們的Body Butter 這個可以留下來 因為我都知道很多朋友想試 11號又是大帶的 輕飄飄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面膜呢 咦 不是喔 這個是花茶來的 它是袋袋花耳米美纖解茶 12號是最扁的 來自Nude Story 是一個...哦 潤唇膏來的 應該對到焦掛 它是甜玫瑰天竹葵的潤唇膏 13號也是Nude Story的 裡面有一支是香薰甜碎噴霧 應該是芬衣草味那類吧 14號是來自Blended 它也是比較聚首的 我們看看裡面是什麼 應該是一些Superfood的東西 它是有一點粉狀的 不知道有什麼用呢 讓我研究一下 最後來到15號 它裡面...哦 是一個香水 不過是迷你妝那些 小小的香水Tester 適合我 因為我外出才噴香水 搞定 15格已經跟大家一齊開箱完了 很多品牌我以前都沒聽過 很開心 這個Discovery Box 讓我認識到它們 如果有什麼正的 用完喜歡的話 都會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麼豐富的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天 和星期日日更早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